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美白的穴位 我们在家里给DIY配合茶饮 配合这些SPA按摩 帮助我们这些美白的效果达到一个比较早日 让我们身体或者脸部各方面都比较美白 那我们第一个穴道呢 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曲石穴 那它就有曲就弯曲的曲 就是像池塘一样 所以你把手要标准曲穴 就是把手拿起来 然后呢就直动 然后呢这个拙关节这边有一个一条红绵 跟我们的骨头的交接点这个地方 按下去深度按 轻轻按有感觉 深度按这个叫骨须齿 对 然后甚至我们这样 再用这个颌骨穴 帮助它那个效果就点上来 然后我们这样 食指跟我们的拇指的交接点上 肉最多的地方 我们这样按下去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颌骨穴 那往这个 然后我们这边内侧的骨头这样看 好这样效果会比较有来讲 像明显 但是如果你去孕肤的话 就不要乱按了 尤其是这个河骨 因为它这个是比较交接的大穴 按一下多的东西 有时候有太动 好这孕肤我们就不要按咯 然后呢 再还有脚部的穴道 像我们的这个 皮筋 还有我们有一个雪海穴 那雪海穴很好找 就是在膝盖内侧 然后我们呢 从这个膝盖这样弯过来 摸过来 对刚好在内侧这个 骨弯的地方 好这样 不要太伤害 它是另外一个穴 所以这样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摸下来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刚好骨头的这个 近处的地方 然后按的时候有酸酸的 这是我们的雪海穴 然后再随着这条肌下来 在我们的这个内怀 内怀上面三顺的地方 有一个比较复刻的药穴 它对于我们美白 也是常常会用到的 就是我们的三樱胶 那三樱胶就是内怀先找到之后 然后一二三四四 是我们的四横谱 也就是三顺的地方 那跟这里 近骨这个地方 有一个胶件的地方 那刚好在这里有叫鸡 鸡的内侧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三樱胶 然后在顺着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到我们的 脚的大拇指 跟我们的这个 石子的这个交叉点 这个叫太充血 就是我们的肝筋 那清末啊 清干啊 荧木啊 两绳啊 或者是说安绳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穴道 我们会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太充血